作为一名城市规划师呢 参加副中心的规划工作 也从2017年开始 到现在5年多的时间了 北京一直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城市绿心呢 就是其中一张金铭片 城市绿心是一处 集生态修复 市民休闲 文化传承 为一体的城市活力森林 城市绿心位于大银河以南 六环以东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 创新发展轴和生态文明带的交汇处 总占地面积11.2平方公里 是纽约中央公园的三倍大小 绿心先期向市民开放的 是森林公园选用了更多的本地树种 像游松 红仁木等等 形成一种稳定的 符合性的生态群落 公园里处处都是花 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巴 我们也希望绿心森林公园 给市民提供更丰富多彩的活动场地 非常适合早晨出来锻炼 保证全灵都在这里面能够活动的比较舒适和自如 在城池里有这么一个苗语花香的公园 感觉特别幸福 还建有许多休息岛和景观 选用了中国的24节气 它是世界文化遗产 也是中国古代历法 气象 农耕等文化的一个智慧结晶 让市民在美景间感受千年文化的流淌 在森林公园周边 还有很多的城市公共服务的组团 剧院 博物馆和图书馆 我们更强调建筑对于自然的尊重 资源的集约利用 地下空间能够联通 措施分时的共享 市民通过绿色交通 可以最短的距离 进入到你想去的任何一个场馆 城市律心 它也是整个北京千年运河 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进行了一些景观化的一个恢复 发挥城市海绵的相关的一些作用 大大小小的挖地 可以成为临时的雨水收集点 补充到地下水位当中 绿心对于工业遗址 也做了充分的保护利用 它的厂房保留还比较完好 我们把它进一步修复成室内的体育场馆 城市律心也是展示 副中心风貌的一个城市客厅 从我参与规划到律心建成 再到副中心一座未来之城的拔地而起 五年间呢 北京正在展开一幅蓝绿胶织 清新明亮水城共荣的花卷 我十分期待 副中心能够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高地 检查完整 中国是思考的 优优独播剧场——ffen影